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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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角色不但是要彼此的来建立坚固弟兄姐妹 更是一个牧人要将福音的好消息传给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是的 我们希望这一百多位弟兄姐妹 经过黄金小牧人的培训之后 我们会有恩赐调查 按着各位的恩赐一起来侍奉 在不同的团队一起来侍奉 虽然这次疫情使得我们黄金小牧人的培训延后了 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不能阻隔我们爱主的心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 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 我读给你听 三十五节说什么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吃生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其实都不可以 三十七节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这一切的不同的环境中 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 我相信我们靠主也可以在疫情中得胜有余的 我们等待 我们预备 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是啊 就是病毒也不能使我们与生的爱隔绝 是的 那我们就感恩 特别我请师母 为黄金小牧人的培训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这个疫情慢慢的在台湾 慢慢的受到控制 主啊我们相信 我们也期待完全解封的那一天 主啊那个时候 我们又可以自由的敬拜 聚集在一起 彼此互相的勉励 彼此有团契 主啊也能够彼此的造就 我们特别为黄金五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工 就是黄金小牧人的事工 来感谢你 有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 报名要参加 也期待 也预备好自己要参加 主啊 连病毒也不能够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 也不能拦阻你要做的事情 主啊我们求你 预备也振奋弟兄姐妹的心 特别是已经报了名的弟兄姐妹的心 我们一起的祷告 期待那一天的来临 我们要开始来做黄金小牧人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 好叫我们经过造就以后 我们成为你的小基督 能够在教会里面 不但是在个人自己家庭 也是在教会里面和教会的外面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最佳的代表 主啊我们要将福音传出去 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要有那个长成的样式 要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 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人的生命 是那样的美好 主啊我们求你带领这个 黄金小牧人的事工快快的开始 主因为这是你的心意 要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 就是一个小祭司一样的身份 在教会里面 在世界上来好好的服侍你 我们感谢你 求主预备我们每一位的心 特别是有心要参与这样训练的弟兄姐妹们 主啊主啊让我们的心欢喜快乐 一起来迫切祷告 期待那一天我们正式开课 开始训练的时候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主带领 每一位其实都是黄金小牧人 虽然你不一定有报名 不过我们的心愿意侍奉主 就能成为主的小牧人 愿主赐福 祝各位今天晚上有美好睡眠 晚安 晚安